然後一吸 然後它就抹起了 然後關掉 它就下來了 如果整個房間 天啊 好害羞 好大喔 一把壓下去 你給我下去 會整個斷根 會整個斷根 那目前以男性出毛的這個方面來說 有什麼方法可以做到出毛 出毛我們歸類為 有斷根跟沒斷根 沒斷根就是一些比較方便 男生聽到斷根會不會 先進家 毛髮斷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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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斷根的就是 它沒辦法從根部除掉 一般來說就是刮刀 然後剪刀 除毛膏這一類的 刮刀跟除毛膏比較類似 它會除到比較皮膚表面一點點的 所以它看起來除毛效果會比較好 但因為就是毛髮都會有切面 所以覺得它嫩的長出來 都會比較不舒服 刺癢的情況發生 刮刮刀的話也比較容易會 有衛生上的問題 譬如說感染啊 然後或是比較容易受傷 因為男生生命處比較立體 刮刮刀沒有避震效果嘛 所以可能這個山路會比較迂迴 像你看很多男生刮刮刀都會受傷 這麼平面的地方都會受傷 各種方式刺癢的方式 效果也沒有到很好 它可能回去之後 一兩週之後很快就長回來 那個過程又很不舒服 所以他們會選求比較更好一點的 除毛方式去做替代 那更好一點的方式就是 所謂有的蠟除毛 它可以連根拔起 雖然在除毛的過程中 可能有些人會有些許的疼痛感 回去我們大概說四週開始找毛髮 大概十二週會找回女生毛錢的狀態 它能夠維持一段還蠻長的時間 其實回去衛生上的照顧之外 其實尼泊還可以是其他部分 更好的就是所謂的醫美的雷射 它的可以抑制毛髮生長的效果更好 它可以維持到可能半年啊 或是五六個月以上 對 不過它有一些些 他柔頭 他柔頭是不是 沒這麼久 沒那麼久 雷射也是大概幾個月一次 對 前期可能是一個月一次 但是後期可能的效果出來之後 慢慢時間拉長 你剛剛搖頭是你有曾經做過 雷射除毛是嗎 因為很多客人會分享 他們有去過雷射 當然就是因為他們男生毛比較粗 所以他們雷射過大概十幾二十次 可是來都還是一樣很粗 然後他們就覺得沒什麼改善 有時候就會想說 欸這個有雷射過嗎 因為我們看到那個客人有雷射都會很開心 因為想說他毛尿會變小一點 有時候就 有嗎 可是說不定他原本更多啊 就是可能原本這麼茂密 但是雷射都變這樣子 因為客人做了十幾次之後 也花了也還蠻大的 雷射的疼痛感比較大一點 說實話 雖然它效果比較好 但因為男生的耐痛程度真的就比較差一點 所以他們某種程度上會蠻失望的吧 有蠻多客人他們會覺得 覺得預期效果沒有好 對 您剛剛有提到說就是雷射會比較痛 可是因為雷射通常不是都會敷麻藥 就是他的痛感會比熱蠟應該會再不痛一點 熱蠟是連根 但是雷射是先吐麻藥之後再去打 那不是會比較不痛嗎 其實還是看每個人 有一些人他就是比較適合雷射 有一些就是熱蠟 因為我之前有看過熱蠟的傳染影片 他是這樣子撕下來然後他手會 幫你溫熱趕快放下去 加壓 這個就是一個止痛的動作 對 就像你撞到你就趕快去揉它 你就是也趕快幫它敷衍一下 就幫你撕掉之後幫你敷衍的感覺 對 事情還會先詢問說 你是不是很怕痛 怕痛好嗎 沒有 沒有我們聽到第一聲 第一片就這樣 第一聲 因為有時候第一片是從周圍的 所以一般的疼痛感 大家就想 就這樣 好 就這種反應 那如果他第一片就已經尖叫 或是已經有一些比較過於激動的反應的時候 我們就會 OK 那後面會再做一些調整 就是再對待他上面 會再更更更更更更溫柔一點 所以你們會先試比較小塊的在旁邊 先測試他的感覺 其實我們的片數都差不多大塊 我們的片數已經比夜間比較小一點了 所以我們的時間都比較久 但是如果有一些客人他真的耐動程度很差 那我們再用更小塊 在間隔休息時間讓他長一點 那這樣他會多收錢嗎 因為他花費的時間更多 不會 就是 一個緣分嘛 我們人就好 很興趣 可以來找他們 接下來是想要 問一個 我們女生會比較不知道的問題 就是因為男生啊 他平常他的私密處應該是這樣子 對不對 為什麼又這樣 趴下來的 就六點鐘 對對對就是 比較軟然後比較趴下來一點 可是他下面這邊應該會有毛 那邊是什麼 就是 對這邊可能是蛋蛋 然後就是 你的動作好帥 他這樣子 除這一個部分的時候 就是他這邊可能周圍 他們接縫的地方 因為我們除毛都要撐開皮 所以我們會拉著 拉住他的皮這樣 對 那這樣你們有那麼多隻手嗎 就是一隻手法 就是又要把它撐開 然後又要 對 撐開然後一個塗 就這樣 所以他不需要 就是一個手法 那他不需要就是站起來讓你們用 還是你們會 他沒有 不是啊 你也沒辦法叫他站起來 真的 摸摸起來囉 哈囉 不是啊 你們可以就是 因為我們有問過醫師 他可以用一些醫療的方式 讓他站起來 嗯 對 但是你們會 還是就是算了 反正就是 沒有就是有點 他會站都會站 有些客人當然會有一個奇怪 這是正常的 因為有些人他比較敏感 對於 因為有人可能摸他或壓他 我今天有一個客人很有趣 我先幫他做修剪 然後最後我們有吸塵器 然後我們要吸那個毛髮 吸塵器小的那種 對 對 吸那個毛髮 哦 然後一吸 然後他就裹齊了 然後關掉 他就這樣 所以他因為吸塵器是非常有感覺的 對 對 可能住信吧 他平常拿吸塵器就行 還是是有東西那個風的 可能有人吸他他都會很開心 哦 哦 人或是機器吸他他會很開心 對對對 那你們就是遇到這些狀況的話 就是譬如說你剛開始入行 遇到這些狀況 你們會怎麼樣去面對 會不會覺得天啊 太可怕了 就是有種鎮定 但客人會比較害羞 他們就會說 我們不然有生理反應 他們會遮什麼的 沒關係正常正常 但你其實我們作為專業的人 是我們要比客人更平常性 就就就 如果整個房間說天啊 好害羞 好大喔 好大喔 然後全部亂成一團 也不是說不行 因為我們都是 Hunter在時間壓力之下 所以我們在這個時段內 我們要做的就可能 你也不會有其他的什麼 閒情抑制在管客人的 身體反應什麼的 因為身體反應這個 你沒有辦法控制 你只能盡可能的 就是在手法上注意一下 但是你就不用管他 他待會就會回到正常 就是讓他不要情緒那麼嗨 他反而比較容易 可是我們就是做正常的步驟啊 那有時候有一些身體反應 會影響我們的作業啊 對 因為有些 就是形狀 有些部位會 他如果比如說 往上撬啊 或什麼的 那有些部位就處不到 對 這一點是比較困難 然後也不能一把壓下去 就夠下去 那真的斷根 對啊 那真的真的 女生在私密處處保的時候 他有一個VIO處嗎 男生就是VBO V就是淡淡這樣的 喔 橫著的B嗎 就是這樣子 其實VIO就是形狀啊 女生就是VIO 男生也是VBO形狀 你畫一下圖就會知道 可是其實你們除B的時候 應該花最多時間吧 B比較久 男生的B 男生V的範圍很大 男生的部位 有時候會蔓延到腰這邊 不算有時候是跟腹部是相一點 所以我們要自行切割一塊 補位出來 這樣不是就很像衣服嗎 所以你們會保留他 我們會修一個神 就不要讓他直接 就很像一個穿單腳踏那樣 對 還是會幫客人 就是注意一下這個形狀 因為有時候這樣反而太刻意 太明顯了 主要是看他個人 有一些人會覺得他覺得很性感 他要留著 杜毛要留著 可是私密是有毛不性感嗎 你私密數太多了 就會變很感性 比如說你的對象看到你的毛髮 一個是叢臉 那有時候我們會說影響口感 或是說他女朋友太常吃到毛 他也很心疼 所以就變得很感性這樣子 不然女生會覺得他在幫他去繳肌 或是可能會一直拉到毛髮 所以就拉到這個腹部 會痛 對 會痛 那男生在私密處他會要求 他要什麼形狀 因為女生好像有些人會要求說 他想要愛自己 做一個他的愛人的英文名字 對 會嗎 譬如說他的女朋友叫吳莉莉 他就刻一個L在上面 大學類的毛 男生其實比較少 男生不會刻意 因為男生有些人會說 我要去泡溫泉 所以不要幫我休得太少 或是如果他可能去健身房 他有時候換衣服 就可以看到 他會希望說自然為主 就是有修 但是不要讓人家覺得他有修 就是乾淨整潔就好 不要刻意 就可能把周圍雜毛清乾淨 但是會留下原本的那個形狀 對 如果他是要修行官的 但是如果全所人 當然就看得出來還有除毛 那像想要成為一位除毛師 需要經歷過什麼樣的 學習的歷程 其實你服務好不好 服務性不細緻 服務到到位 其實是客人體驗過的時候 才會知道 那歐美那一塊 好這不方便 這是眼界比較好那個 我們群名叫boyfriend 你可以注意我們的boy跟friend 是分開的 那我們就是希望成為每一位男神的好朋友 我們是縮寫是BF 所以我們就希望BF 是BF 好朋友 好朋友 謝謝 謝謝